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法官判定由于案情严重 拒绝保释 印度高层官员在今天透露 中国的部队已经从加万古后撤两公里 也正在拆除在办公错符的一些帐篷等临时的设备 另外莫迪态度强硬 已经决定不考虑加入任何中国主导的贸易协定 中国大约50个城市的医院和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发表了121篇论文当中 每一篇的论文都至少有一幅图像 或一篇论文和另外的论文相同 这意味着许多论文可能出自同一家公司 或者是论文工厂 引发了业界的关注 好来看详细的消息 香港国安法在7月1号正式实施 时隔不到一周 香港政府在7月6号的晚间8点 颁布了港区国安法执行的第43条实施细则 并且于7月7号临时起立即生效 其中就包含了7条细则内容规定了 官方能够冻结没收危害国安罪行的相关财产 一定阶级的警员可以自行批准警员有入 可以自行批准警员进入有关地方搜证 警方也可以申请积押扣留嫌疑犯的旅行证件等等 根据香港媒体立场新闻引述香港政府 新闻公报称 港府在晚间公布了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 详细列出了容许港警受法律赋予调查严重案件的权利 其中包含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证据的住所、船只、车辆、航空器 以及其他有关地方和电子设备 二、要求涉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罪犯罪行为的人员 交出旅行证件或限制其离境 三、对用于或者试图用于犯罪的财产 因为犯案所得的收益和相关的财产予以冻结 申请限制令、押记令、没收令以及充公 四、要求信息发布人或者有关的服务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协助 五、要求外国及境外政治性组织、外国及境外当局或者政治性组织的代理人提供资料 六、经行政长官批准 对有合理理由怀疑涉及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人员进行截取通信和秘密监察 七、对有合理理由怀疑拥有与侦查有关的资料或者管有有关物料的人员 要求其回答问题和提交资料或者物料 港区国安法赋予国家安全处七项权利 其中有四项更是涉及到禁网 根据已经刊线的细则 警务处处长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网上有人发布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 可以在保安局局长的批准下授权指定的警务处人员要求相关发布人士移除 甚至限制或停止任何人接答相关的信息或平台 条例已经刊线既有网友大呼连登死期 事实上根据细则只要是在电子平台发布电子信息 若被怀疑相当可能会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如果有机会触犯此例的话 都会有机会触犯到这样一条罪行 而若有关信息发布人没有及时合作 向裁判官申请首令的禁务人员更可以检取有关电子器材 并且要求相关的服务商提供信息发布者的资料或者是协助解密 信息发布者如果不遵从一旦被定罪的话 可以被判罚10万元港币的罚款以及监禁一年 而服务商如果没有遵从移除或者是限制 或者停止向任何人接答危害国安的信息或平台 或是提供协助的要求 一经定罪则可以被判罚款10万港币 监禁6个月 这项细则乃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今日主持首次国安委员会议所通过执行的 港府对此则表示 实施细则既能达到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目的 也能够同时符合国安法总则下对尊重和保障人权 以及依法保护各项权利和自由的要求 此外这个公告也指出 如果外国及台湾的政治性组织或代理人 为案要求向警方提供资料 除非可以证明已经尽力或有非可能控制的原因 否则会被判罚款10万元监禁6个月 就连涉及提供虚假不正确或不完整的资料 都有可能会被判10万元监禁两年 来看下面的消息 综合媒体报道 现年57岁的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 今早被当局指在成都嫖娼 被大批的公安从自己的北京住所强行带走 嫖娼是中国当局一个常用的罪名 将异见人士带走并可以借此来进行拘留 中国网民曾有顺我者昌 逆我者嫖娼这样的说法 受害者不单是中国的异见人士 曾经参选香港立法会的民主党成员何伟图 以及已经获得英国政治庇护 英国驻香港总领馆的前雇员郑文杰 亦被中国以嫖娼罪名拘留 事实上许章润自6月30号起便被中国当局软禁在家 直到上周末才解禁 多名朋友星期六也就是7月4号刚与他吃了一顿饭 没想到他今天就被中国当局抓捕了 许章润的朋友告诉德国之声 原本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今年上半年要和许先生合作出版 去年过去三年发表过的十余篇文章 但后来在中国当局和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的社长都警告过他后 这本书便没有再出版了 之后纽约的一间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书 而这本书刚刚在两周前问世 许章润最近出版的这本书的名为《误虚六章》 全书其实共有十篇文章 根据作者在《引言》当中称 因为书中的六篇文章成稿于戊戌年间2018年 所以书名由此而来 另有四篇则是分别完成于2016和2017年 因为主题将近因此一并被收录到书中 许章润的朋友认为 这本书是他今天清晨被捕的重要原因 许章润过去三年曾多次公开发表文章 抨击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与中国共产党 在今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他也曾多次在网络上发表文章 严厉指责在习近平指导下的中国政治体制 在官僚主义的奴役下已经奔崩离析 他在文章当中言辞指出 新冠病毒在中国全国造成疫情 是中国官场上下一起封口瞒报 推诿责任又邀功勤赏造成的 眼睁睁错过了防治的窗口 许章润在2018年7月发表的题为 我们当下的恐惧的文章之后 2019年3月便被清华大学停职与停课 上个月推特上再次转载了一篇 许章润所撰写的题为 践踏斯文必屈置依邪魅人间的常文 内容狠批了当局摧毁多个住宅老区与艺术区 将这种做法评为 居屋不存斯文荡然 真所谓抱铁天物丧心病狂 更是批评政府企图垄断思想 灼丧精神 当局以嫖娼为由 拘留意见人士在2010年开始流行 2016年的5月 中国大学环境学院2009级的硕士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生态文明中心的主任雷扬 经过路过足域店 被警方指在足域店内嫖娼 被警方带走之后离奇死亡 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哗然 后来调查发现 雷扬的遗体遍布伤痕 后止涉事的多名警员 采取强制约束措施之后死亡 然而当局以玩忽职守 处分事后的5名警员之后 法院却未有提起公诉 只是开除了公职和党籍处分 除了中国 香港人亦被这种被嫖娼的方式对待 香港立法会选举的九龙东的候选人 民主党成员河北图 2004年在东莞公干期间 被公安以嫖妓为邮拘捕 即后被送入了劳教所 直至2005年1月28号 选举完毕数月之后 才获得返回香港 反送中运动期间 英国驻香港总领馆的雇员 郑文杰去年8月 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 被中国警方多次指出 出入深圳利水营间修行会所 涉及嫖娼而被处以行政拘留 在香港 港区国安法第43条再有增补内容 周一也就是7月6号刊线 周二7月7号生效 其中列明在特殊情况下 助理处长及以上的警务人员 可以授权无守令的情况下 进入有关地方进行搜证 另外有一名男子涉嫌于 上周三7月1号驾驶插上了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 在湾仔撞向了执行警员 上周五7月3号被落案控告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 为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的 首宗检控案件 根据自由亚洲的报道 23岁的被告人唐英杰 因为脚步骨折而被留意 7月6号出院之后 及被押往西九龙进行法院的应讯 下午他是坐轮椅出庭的 案件继续由特首委任 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案的 指定法官之一 总裁判官苏惠德来进行处理 苏表示 基于案件情节严重 及国安法第42条的规定 拒绝被告进行保释 被告需还压制 10月6号再次进行审讯 下面的消息 在印度总理莫迪 前往拉达克进行视察 展现印度绝不退缩的态度之后 印度的高层官员在今天透露 中国部队已经从加贩谷 后撤了两公里 也正在拆除在班公错湖的 一些帐篷等临时设备 印度部队今天同样 也在中印实际控制线的 对峙热点一带后撤 而且拆除了临时的建筑物 据法广引述中央社今天的报道说 莫迪是展现出了强硬的态度 中国部队在边境对峙点后撤 印度总理莫迪 3号飞往了中印对峙的地点 拉达克前线向部队发表谈话 强调印度不会在捍卫领土的对抗当中退缩 紧接着 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昨天进行了通话 双方同意加快在中印的实际控制线的部队 后撤的速度 中国部队今天就出现了后撤的迹象 根据资深的印度官员告诉印度人报 中国部队已经从6月15号晚上爆发冲突死伤的 拉达克东部加曼谷对峙点移动了两公里 另一名的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 中国部队正在拉达克中印实际控制线第14巡逻点 拆除帐篷和临时建筑物 而解放军部署在加曼谷 温泉还有高格拉的车辆也在往后移动 但消息人士并未提供后撤的具体距离 主要还是要对后撤的情况以距离再次核对确认 该报道称 印度部队今天同样也在中印实际控制线的 对峙热点一带后撤 而且拆除了临时建物 另据联合早报今天的报道称 印度已经决定不考虑加入任何中国主导的贸易协定 该项报道说 有数分析人士对中国官方的媒体环球时报说 虽然印度此前也曾与贸易不公平 伤害本国农业和工业等原因 对是否签署RECP持观望态度 但此次表态几乎相当于彻底关闭了 与RCEP各方重启对话的大门 该分析人士认为 印度始终担心原产地规则 服务贸易占比等诉求无法得到满足 而导致其对外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而此次中印边境的对质则给印度出了一个退出RECP最好的台阶 也就是满足了其国内对政府强硬反华的期待 而又借机卸去了RECP成员国呼吁该国重新加入谈判的压力 好 来看最后一条消息 国际同行评议的期刊发表的100多篇中国作者的科学研究论文 似乎重复使用了相同的一些图片 这引发了人们的质疑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 研究机构加快了研究进度的背景下 可疑的科学研究是否激增了呢 不过 国际期刊发表这些涉疑论文 并没有校对论证或是文员核查 根据欧洲医学科学评论表示 将联络遭受到质疑的作者 并求他们证明资料的原创性 据法广引述《华尔街日报》今日的报道 中国作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科研论文引发了警觉 在中国大约50个城市的医院和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发表的121篇论文当中 据加州微生物学家影像分析专家笔克的调查 每一篇的论文都至少有一幅图像 与另一篇论文是相同的 这意味着许多论文可能出自同一家公司 或者是论文工厂 笔克发现了这些使用相同图像的论文 该报道说 尽管这些报道是在四年时间内 由不同的作者发表的 关注的是不同的研究主题 但其中许多的报告都包含着相同的细胞脊落图像 有一些图像经过旋转或者是裁剪 以显得不同 这些报告当中的一些图片说明 也是一字不差完全相同 根据中央社说 这一些显然造假的研究论文 照样通过了六家国际期刊的同行评审程序 像是欧洲医学科学评论 就发表了121篇当中的113篇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明镜要报 我是戴希 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